好,那今場就玩這個怪力 首先是否去相 他不是打怪,那我打吧,沒所謂 打怪都OK 其實打野怪都有一個好處,就是你不會 經驗會高一點,比起打路的話 你看到很快就已經死你了 我先走一走位,免得血被人削得太多 待會幫忙的時候就沒那麼好 這一場是一般的對戰,不是排位 下路不需要幫忙,已經死了 應該入籃他們 地獄翻滾 這隊只要有地獄翻滾,單打絕對沒有難度 好,這隊救得太多,那我這隊就要走了 這個時候其實怪力很適合在5個作用 或者4個5個學到地獄翻滾之後就去幫忙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可以用到這招地獄翻滾 去捉人家,因為這一下他可以這樣捉,然後扔回來 這一下可以造成一個拉他回來的效果 還有傷害都挺高的 扔他過來 好了,在那邊,OK 好,那這裡就學一招近身拳擊 因為這個近身拳擊傷害都很高,所以就用他 現在技能都齊齊的,可以去幫忙輔助一下人 譬如這裡有隻雷貓 雷貓其實有機會打贏 好,我們過去幫忙 一隻捉你回來,打 好 這樣下來 好,捉他 打他 好,好 好,糟糕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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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走到 OKOK 巴裂拳 這裡可以大追他 想走 我衝過回來 巴裂拳 搞定 這裡走了 再巴裂拳 好,這裡等等 這裡先走一走 直接走 不用理他 直接走 OK 這裡可以捉他回來了 我沒記 剛好衝節停了 先走一走 他為什麼不夠打 打得贏 厲害 OK 我40分在身 但是我進不到瓶了 看看 對面那隻的 烈牙綠莎在哪裡 有機會進到 先進去 還有他那個 爆完分 先 分 他學的拳是苦衝 但是苦衝很難用 走得了 拜拜 馬上閃了 雷貓 雷貓過來 過來 嘩 捉不到 好球 滅牙綠莎 芝麻綠莎 好,他進化了 這裡其實我差點不夠他打 這裡要拉著他來打 嘩 不是吧 比加超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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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進來直接切掉他的入籃 因為這個入籃都很關鍵 一定要先搓一搓他的銳器 好,這裡可以打這隻兔子 中 好球 極光魔 開了大技 但不要緊 有機會贏到 可以 走得了 下面有綠莎 走啊 走啊 喂 對了 這個時候一定要走 馬上跳下去 做一做比加超 做一做比加超 然後地獄翻滾 出發裂拳 搞定 你贏不到我了 回去吧 開大也贏不到我 他這隻開大 里亞洛莎開大其實很難中 好 瘋狂追擊他 行了 好 這個時候就直接去入分 因為 對面三隻已經在這裡 在那個地方 這裡閃現進去 不要省 這裡 不可以省了 已經 這個50花一定要 確保可以入到 OK 接著就走了 可以 地獄翻滾走 咦,對面打了雷鳥 那要回去 想跟我打? 哈 哈 這個就是開了狀態技的效果 發裂拳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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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進來個籃 進來三十一分 這裡三十一分 真的是六十二 OK 好 走啦 血量不多了 應該夠打 其實 我現在沒有中到 那我來補 他走了 好 好 那我看看這裡 究竟是我們高分 還是對面高分 這裡 最後我都入了分 好了 這裡 開大技 神經病啊 走啊 這裡 不需要跟他搏拳 哇 救命啊 救命啊 這六三 唉 太遲了 這樣進去 他如果早一點 看到我 可以救到我 我就可以地獄翻滾 剪他的技 不停打 回到四零一有機會贏 對 贏了 贏了 贏了在我最後入籃 所以大家如果用怪力的話 大多數記得用這一套 這套挺厲害的 好 那今場的怪力 就會用另一個技能 就是叫做 嗯 那招叫做什麼拳 可以位移 那就不用地獄翻滾 搞什麼啊 大佬 搶我打野還是什麼 好啦 不要緊 他都順利走了 我三個都可以的 不算很大影響 好 這裡我們就不用地獄翻滾 用爆裂拳 試試 爆裂拳 就是有一個位移 範圍位移 我們看看哪裏有敵人要打 很明顯這裡要打 但是技術在做什麼 技術在這裡 好啦 我這裡基本上都已經搞不定了 不斷追過來 好 一會再打這裡 嘩 這技術的蟹還沒升 喂 走啦 好 這個爆裂拳 再打 OK 收散了 完美這裡 看看可以打得贏這隻 這隻應該比較難 再扎下去 這個爆裂拳 都擁有一個 暫停 即是這個 短暫暈對方的一個效果 都屬於很厲害 但是就沒有了拉這個地獄翻滾 好 這是比加超 打他 然後再用這個兇手砍 好了 不行了 要走了 不斷打了一兩下 就要走 而且他們是虧的 因為我很近可以回去拿果實 他們就不行 OK 這裡不要理他 OK 看看這裡要不要幫手 他用什麼技能 他用哪一招睡 我都沒有看到 好了 這裡不要理他 他們正在追 我們不夠打 不要打 不夠 這隻 真的 他用衝浪 OK 快走 不要打 OK 不要理他 我們快點升到7% 接著我們學近身拳擊 近身拳擊很重要 好了 這裡要守一守 應該就打贏了 只要他衝浪中到 OK 接著追著比加超來打 就可以了 追著比加超來打 好 完成 這裡待會再過去打 也可以 他回去吃東西 先拿個籃 好了 不要緊 我們可以打贏他 其實有機會 好 OK 入個漂亮分 入分 好 入得漂亮 這裡要走了 因為肥卡已經來了 追 老友你現在才倒 好啦 被他沒有了招技 不過不要緊 這隻蟹很不行 這隻蟹 剛才他把那個兔子推了回去 但我明明的角度是對 是打得中 可惜 這隻蟹要不就不做 要不就幫倒忙 這隻可以大打 OK 剛才開了大技 直接就可以秒了這個比加超 因為比加超 因為比加超 相當脆 對 打贏不贏到 走 走 走 好 這裡 立刻傳送 不夠快 不夠快 哎呀 早知道走 這裡 NO 唉 結論來看 其實怪力也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 只不過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 又不中 神經病 這裡可以走 幸好回頭回去看一看 不然可以死 那我們打就行了 直接打吧 不要煩 打完這個就贏了 喂 喂 喂 OK 打到 走 這個時候 立刻走 搶到分 立刻走 立刻走 OK 但是能不能進到分都吃問題 OH NO 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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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剛剛好10秒 剛剛好 應該追到 剛剛 剛剛說一下 雖然 搶得有點醜陋 打這個雷鳥 但是有機會反勝 最後200分 520 應該贏了 對 贏了 真的靠最後雷鳥反勝 這裡 絕對是今場MVP 這個怪力 是不是呢 沒錯 147分 殺7個 協助4 真的有助攻4分 OK 大家看到這個怪力的厲害之處 我沒有展示到兇手 十字劈 十字劈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難用 有些難用 所以就 遲些看有沒有機會玩十字劈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玩其他 Pokemon集結的其他精靈 就是這樣 拜拜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和訂閱 拜拜